那个各位观众中午好啊 我是纽约市官方导致王颖 咱们又见面了 咱们说啊 这个全世界各地的人啊 有很多人都收藏这个钟啊 尤其是这种挂钟或者做钟 这个是非常有 咱们说呢 这个收藏价值的 好的这个做钟呢 有可能呢 都要上万上十万美金都有 在美国呢 咱们说呢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呢 这个咱们说呢 这个挂钟和做钟的品牌啊 因为我也是收集 这个钟类的一个爱好者啊 毕竟钟这个东西呢 是纪念人的时间用的 当然中国人呢 可能有点不喜欢 当然对于呢 收养收集美国的这种古董的人 那这种的说法是很多的 首先一个呢 就是我们看到的呢 这个易爱德华挂钟啊 这个易爱德华挂钟呢 来源于呢 这个马萨州赛州的波士顿市啊 它是一个著名品牌 另外呢 在这个圈里玩的最多的 如果说是纯座钟 也就是我们说的老爷钟呢 那就要说到来自这个 康涅狄格州的这个 塞斯托马斯钟 而他的这个 咱们说这个钟将 就是塞斯托马斯本人 他的公司呢 就是用他的名字呢 来做呢 这个做钟啊 你要经常来到了 我们法拉盛的 这个缅接加罗斯福 你会在这个AT&T公司底下呢 发现一个四个面的这个钟 啊那你问这个钟啊 是这两家公司哪家的啊 哪家也不是 但是他为什么被搁在这呢 是因为纪念在这边 这条街的街口 曾经发生过一起 两个制中场的 咱们说呢 竞争大赛的故事 那是什么样呢 我们先去这个街口呢 咱们去看一下 好好我们现在回到 我们的工作间啊 这个钟呢 刚才大家也看见了 现在就在这个 罗斯福和缅接的交界口 因为啊在这个之前啊 也就是在1955年 你可以看到在缅接 加罗斯福路口呢 就有这么一个挂钟啊 这个是当时1955年 这个图片呢 是我在这个 咱们说图书馆里找的啊 你看时过境天之后呢 现在这个已经是故事人非了啊 但是为了纪念的 当时呢 有这么一个挂钟 于是呢 AT&T呢 也做了这么个钟啊 以表示一下对以前的纪念 咱们说呢 当时的这个 哈沃德这个手表钟公司呢 就在这边呢 进行 就是它的销售大楼 所以它的综合表呢 就在这个里面卖 所以你看到 今天缅接的AT&T的边上呢 现在还有一家 华人的高档手表店 其实这一切都是有渊源的啊 咱们说呢 这个哈沃德 当时在法拉盛的 北先呢 就是卖的非常好 但是呢 咱们说呢 这个赛斯托马斯 钟表集团呢 也看不过去了 于是呢 他就在这个3634 缅接法拉盛的位置呢 当时也修了一个钟啊 就是这个钟了 这是咱们说 现在这个法拉盛 这个钟啊 曾经割的地方的 这个一个照片 现在是这样子了 但这个钟呢 在这个1921年呢 就被呢 这个移除掉了 咱们说呢 这两家就是说 钟表厂的就是竞争呢 一直在纽约市呢 就没有断过 尤其是呢 赛斯托马斯公司呢 更是更上一筹 那我们看看 他们在整个纽约市 或者说在这个世界上 都有些哪些这种杰作 比如说像皇后区 雷格公园的 这个雷格伍德银行中 这个就是哈佛德公司的 在麦哈顿大的 武达到23街 这个就是赛斯托马斯公司制作的 而在麦哈顿武达到的 雪莉酒店 这个呢 咱们说呢 就是这个哈佛德公司的作品了 在这个皇后区的雅买加的 雅买加购物中心中呢 也是呢 则是由这个赛斯托马斯公司完成 在这个麦哈顿三大道的85街 这是一家当铺 专门是卖古董这个怀表的 我经常去 因为我收藏了好多这个古董怀表 那这个地方呢 也是这个哈佛德公司呢 专门为这家 咱们说这个当铺 做的这个钟 咱们说呢 哈佛德公司呢 甚至呢 把他的生意呢 做到了日本 这是日本式的这个钟楼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扎幌式的景点 上面这个钟呢 就是由这个哈佛德公司呢 给他们做的 但是咱们说 其实呢 这个整个纽约市最出名的一个时钟 那就是中央车站钟 这个钟 一表去我们这个中央车站 你都见过 它是一个四面的黄铜座的钟 这个钟呢 则是由这个赛斯托马斯公司呢 制作完成的 最终呢 在美国的历史协会进行评选 认为呢 赛斯托马斯公司的 这个作品呢 是更胜一筹 咱们说红色的标志呢 基本上就是哈佛德中叶 在这个 现在 纽约还留下来的 而蓝色的呢 则代表是这个托马斯中叶 咱们说呢 有人的地方就是竞争 有竞争呢 咱们说呢 就会有呢 各种各样的故事 今天呢 就给大家带来呢 这个法拉圣 这个钟的故事 希望大家喜欢 我是纽约市的官方导游员 网眼福美 这是我纽约景点探秘的节目 我们在YouTube和其他频道上呢 都在构建 如果您喜欢呢 请您订阅关注 点赞分享我们的频道 我们呢 下期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